大家好,我是武漢日 今天我要介紹一本圖書 是火龍外食粟米卷 這本書是一本簡體字的書 看看 第一項是說 你們知不知道火龍為何這麼愛吃粟米卷 他們喜歡吃很多種類的粟米卷 有巨人這麼大,有嬰兒這麼小 有放不同東西的粟米卷 他們因為這麼喜歡吃粟米卷 可能是因為他們有卡叉卡叉的響聲 或者有蠔香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火龍雖然外食粟米卷 不過他們就是不喜歡吃辣的粟米卷 看看,這麼多辣子 一點點辣 你們看看會發生什麼 會讓他們 噴煙 或者噴火星 他們呢 他們呢 喜歡一隻 這種的 蕃茄 新菜 或者 芝士 火龍 要不要來些辣 辣味的粟米卷 啊 火龍 火龍都喜歡各種各樣的排隊 看看 這個是打扮排隊 游泳排隊 手風琴排隊 還有 猜小子迷的排隊 要跟火龍交朋友 肯定不能選出粟米卷 他們呢 要準備很多很多粟米卷 才可以 讓火龍OK 他們呢 他們呢 一個一個排隊 來了 他們呢 把辣椒呢 埋到地下 不讓他們看到 否則他們吃了 就不行了 恭喜你 排隊 非常成功 看看 很多火龍都來參加排隊 等一下 那個綠色的東西是什麼 看看它寫了什麼 溫學 屁尿 威辣辣醬 威辣辣醬 噢 不要啊 那些是辣的 咬嚓 咬嚓 那些 他們 他們 不聽他們說 還是吃了 看看 還在發生什麼事 嘩 嘩 吹火了 嘩 嘩 嘩 宿米卷都燒了 嘩 嘩 嘩 最終 房子都沒有了 嘩 這個是在你見房子的樣子 我知道 在你見房子 可能就是為了 休息時候 去吃到宿米卷 這本書 這本書已經在九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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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蝶 吃 吃 吃